据央视新闻报道 当地时间11月9日 美国佐治亚州州务卿办公室宣布 佐治亚州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 拉斐尔沃诺克 以及共和党候选人 赫歇尔沃克之间的竞选 将进入第二轮 选举将于12月6日进行 截至目前 沃诺克得票率为49.4% 沃克得票率为48.52% 均不超过50% 根据该州法律规定 如果得票率不超过50% 需举行第二轮投票 佐治亚州州务卿办公室称 该州仅剩下不到1万张选票 需要统计 不足以改变选举结果